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家常炒猪心的做法 不腥不柴 非常的鲜嫩 一晃三颤 口感内滑脆爽 下酒油下饭 做法简单 喜欢的朋友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买回来的猪心 先改刀给它切成大块 这么大一个猪心花了10块钱 大家说防散吗 切开之后放在一个大盆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倒入一瓶盖 80年的高度白酒 去腥增香 还能给猪心进行消毒杀菌 抓拌均匀 把里面的血水和血块泡出来 这时候猪心也泡好了 里面泡出了那么多血水 我们再仔细的 把里面的血块 给它处理干净 里面的血水血块洗干净了 做出来的猪心一点也没有腥味哦 洗一遍我们把它捞出来 大家看一下 一直把猪心洗到水清为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捞出来控水 沥干水费放到案板上 改刀把它切成薄片 越薄越好 老一辈说的好 吃拿不拿 多吃点猪心 看能不能补点心意人啥的 切好倒在大碗中 先把猪心腌制一下 这样更入味好吃 放入少许的盐 葱姜 少许的生抽 蚝油 胡椒粉 一品鲜酱油 提鲜提味 先下手把它抓拌均匀 再倒入一个蛋清 再次把它抓拌均匀 放入蛋清 使猪心更加的滑嫩 往里面放入一勺玉米淀粉 再次抓拌均匀 锁住水费 给猪心上浆 这样猪心会非常的鲜嫩 最后上面再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转拌均匀 放入食用油 能锁住猪心里面的水费 这样做出来的猪心 不会发柴 非常的内滑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咱们准备点配菜 青椒红椒 各一个 去籽 一份为二 改刀把它切成滚刀块 切好装盘备用 再来半个洋葱 把它切成滚刀块 切好豆散和辣椒放到一起 另起锅倒水 锅中水烧开 把猪心倒进来焯下水 倒进来之后 用漏勺轻轻的推动 里面的水烧开 这时候猪心也煮熟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关火把它捞出 另起锅倒入食用油 再把葱姜放进来 放入少许的豆瓣酱 炒拌均匀炒出红油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把猪心倒进来 先炒拌均匀 再来调味放入盐适量 鸡精适量 少许的胡椒粉 来点白糖 提鲜 生葱 蚝油 最后再把配菜放进来 翻炒五六七八下炒至断酸 像这样就可以了 美味即可关火 烹入盘中 刚上桌一家人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炒的猪心 用筷子放起来一颤一颤的 非常的鲜嫩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口感嫩滑爽脆 非常的入味好吃 不腥不柴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来尝尝吧 香辣入味 这样炒的猪心 吃两碗大米饭都不过瘾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动动你发带到手 帮我点赞收藏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เร x 第1 投迷 台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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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ht